为了推广在地的休闲农业培养民众第二专场 瑞水香公所特别开办烘焙研习课程 不料三场次名额是全部秒杀 那么5号的开训典礼 讲师是巧妙的将在地凤梨农特产 结合了烘焙制作出凤梨克拉夫提 学员们各个相当有成就感 那如果要做樱桃或者是葡萄 那可能要做腌制的动作 看到各式各样在地食材原料 以及琳琅满目的厨具 让报名参加烘焙研习的学员们有些不知所措 讲师除了详尽说明 在分主操作时也不忘从旁示范指导 增加学员们学习的信心不懂热络 对 就分三次 不要做一次 因为每个中都不一样 因为如果我做两颗的话 这一场烘焙研习训练除了是制作蛋糕点心 讲师也巧妙地将瑞瑞在地的凤梨农特产入线 烘焙制作凤梨克拉夫提 香气富裕黄尘鲜香的蛋糕令人食指大动 瑞瑞香公所为了推广在地休闲农业也借此培养民众第二专长 特别结合在地小农 共同开办烘焙研习课程 结果三场次的名额全部秒杀 5号开训典礼 乡长吴万德也亲自到场勉励 第一场烘焙研习课程圆满成功 接续还有12号以及14号两场次 目前也全被秒杀而满 乡长吴万德见乡亲民众反应热烈 计划明年度也将办理更多记忆研习活动 来提供民众多元化的进阶学习 记者十一遇蓝瑞瑞采访报道